手游酷玩 是没有的 目前来看 这个萨哈斯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反正是 这个很多人都惧怕他 甚至说从男女的一个对话来看 这个女方对于男方带了一个 这个卡兹尔和这个萨哈斯 有这个很强的一个怨念 所以说这个 从他俩的一个对话当中 会判断出来 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 惧怕程度是非常高的 目前来看 其实也没看出来 这个东西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只是说可能是 类似于次数一样的东西 从目前官方给出来的 一系列资料 也是没有办法去比较准确的判断出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到底是什么 只是说目前来看 可能大家在玩到比较后面的时候 应该是会得到一定的这个解密 目前来说 其实我现在来到的是 这个副本的一个第一关 这第一关比较简单 这个沙暴天机 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血量的 目前来说也是一个禁卫 加上一个众主 来看一下怪的一个血量 推荐等级是一级 那这样的话 其实怪的一个血量是非常低的 然后配上我的一个狙击 其实是可以比较完美的 去解决掉这些所有的一个怪的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后方有一个 这个黄色的一个圆程 所以黄色圆程 它是一个远程攻击单位 所以说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处理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然后大家也是 必须得是想办法去 尽量是在前中期避开这个东西 因为 或者是你快速解决它 我给的推荐的是 配上这个治疗 然后把你所有的输出单位 放在上方 其实目前来说 我这个做法是比较错误的一个做法 但是 我感觉影响不是特别大 放在上方呢 可以比较有效的去躲避掉这个远程攻击 走到这个地方 给你造成一个伤害 大家可以发现 它现在对我造成的一个伤害 非常的严重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是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首先你也没有用这个治疗单位 而是选择在这个 我的一个上方 重新部署的几个输出 目前来看呢 其实 大家想解决的方案 我个人觉得只有这一个了 所以说大家解决的时候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大家一不小心 这个 就会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 因为 这个关 虽然说推荐能力是一级 但是我感觉他个人的一个自身难度 就在于 这个远程的一个单位 只要你处理好他 其实这个东西不难 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处理不好 其实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 在后期是比较难办的 然后大家也是自己 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他自身确实是 伤害还是比较足够的 也可能是因为 我有很多干员 没有基金化的一个原因 像这个刀客呢 其实因为我自身输出 是比较冲突的 所以说他也是走不到我的面前 走到我面前之后呢 由于他推荐能力较低 所以说从他的一个 从我的一个角度来看 无论是伤害还是防御力 都不够足够健全 但是可能大家 如果说你的自身 游戏的一个角色 等于比较低 可能刷这个会有些费劲 因为毕竟是一个活动副本 他也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 要给大家去准备的 但是不要着急 这个东西 门槛这个东西 一般前期会比较严重 后期可能会给大家 稍微去降低一下 然后现在呢 我也是稍微给大家 去跨过了这个阶段 跨过这个阶段的一个 最主要原因是 我想给大家去稍微看一下 关于这个阶段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兑换的一个奖励 现在我刚才打的是这个倚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二 然后打完一把之后呢 我现在所拥有的 这个八横商店是一个 大概是 十几的这么一个 二十几的这么一个数量 然后可以看一下兑换 主要的就是兑换第一个 就是这个铸铁的信物 兑换这个东西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纯粹的 想去 你得到这个铸铁之后呢 它会给大家带来 一系列的一个提升 比如说这个 新增一个人员等等等等 所以说也是比较有用 那目前来看呢 其实别的倒是没啥了 大家就是需要注意这一点 就可以了 可兑换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 但是我感觉有用的 就是这个信物的 别的都是一些 旁之末节的一些东西 那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带大家 有限的一件事 明日方舟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